我相信用心的朋友已经认出来了 我喜欢什么样的服装 我喜欢什么样哪个国家的风格感觉 是的 我相信很多朋友对我们的国际旅游小姐的赛事 应该是非常熟悉了 当然最大的宗旨就是希望能够促进 不同的国家跟不同地区的文化的交流 旅游的交流之外 我想还有非常重要的使命 首先我们要颁发的单项奖是 最佳民族服装 Best National Costume 好 那我来念 好的 Miss Tourism Queen International 2011 Best National Costume 2011国际旅游小姐冠军总决赛 最佳民族服装是 Miss Sri Lanka 77号 Siri Lanka小姐 我们为大家请到的颁奖嘉宾是 新安日报社社长郝小琪 有请 也请郝社长伤后不要忘记 要跟我们的嘉丽合影 是的 因为这个头冠实在太高了 所以他的彩蛋没有办法戴上去 还有他的奖杯花束 好 额颖时间 好 额颖时间 好 额颖时间 Congratulations Miss Sri Lanka 恭喜 好 接下来为大家颁发的第二个单项奖呢 是友宜小姐 OK Miss Tourism Queen International 2011 Miss Friendship 2011国际旅游小姐冠军总决赛 友宜小姐是 Miss Ecuador 很辛苦 还要拿那么多东西 所以呢 我们二瓜多尔小姐 应该是除了人长得漂亮之外 性格肯定特别好 才能够获得这个最佳的友谊小姐 呼吁王先生稍后啊 如果不方便的话 也可以帮我们这位嘉丽拿一点东西 好的 接下来马上为大家颁发的是 最受传媒欢迎小姐 Miss Press Crisis 我们的颁奖嘉宾技术也越来越娴熟了 是的 我想能够获得这个最受传媒欢迎的这个奖呢 应该是不但应该是人长得漂亮 而且还能言善道 好 谢谢 好 接下来为大家颁发的是 最高贵小姐奖 低安市作学主席 吴克靖先生 有请 有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感谢吴先生 谢谢 谢谢吴主席 好的 接下来为大家颁发的是 今天晚上的最佳晚装奖 Best in Evening Gun 为大家邀请到的颁奖嘉宾是 西安曲江大秦帝国影业投资有限公司 总经理 昭阳先生 再次的恭喜多米尼加共和国的小姐 好的 接下来为大家颁发的是 最具魅力小姐奖 MISS TOURISM QUEEN INTERNATIONAL 2011 MISS CHARM 201国际刘小姐冠军总决赛最具魅力小姐是 MISS POLAND 66号选手 波兰小姐 欢迎 为大家邀请到的颁奖嘉宾是 金地西安公司总经理 吴红先生 MISS TOURISM QUEEN INTERNATIONAL 2011 2011国际刘小姐冠军总决赛慈善小姐 MISS CHARITY IS MISS PHILIPPINES 64号 菲律宾小姐 为大家请到的颁奖嘉宾是 西安万众地产有限公司总经理 李武亮先生 有请 菲律宾小姐能够获得这个最佳的慈善小姐奖 相信她一定是一个非常具有爱心的女孩 谢谢 谢谢 恭喜你 我们再次祝贺 我们现在获得单项奖的每一位嘉宾 是的 我们看到我们这几位嘉宾呢 穿着这样子的自己的民族服装 感觉上呢 是有一种穿越时空的感觉了 让他们展示一下 我们也让我们后面的其他的嘉宾呢 先去准备一下下一轮的展示 我们下集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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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